大家好呀,我是范范 那今天是我的21天祈祷完打卡营开营的第4天了 那通过这几天,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加入到打卡营里面 每天的进行打卡 我发现大家身体上啊,都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感应变化 有觉得自己身体麻麻的,有觉得自己感觉有紧到松的 然后也有感觉温暖的,甚至还要感觉清凉的 还有就是每天打卡完祈祷文以后泪流满面的 实际上呢,这都是释放的祈祷文 带给大家的一个奇妙的能量的流动感啊 也是让你觉得去把自己身上的这些所谓的标签也好 所谓的看法也好,枷锁也好 通通的都把它释放的淋漓尽致 找到那个轻松的我 所以每天看着大家的这个祈祷文打卡 体会也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啊 这是非常感谢宇宙,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 如果说呢,大家还有兴趣加入到我们的打卡营里面 是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范塔罗来进行打卡的哦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面 在有很多,每天基本上有很多很多的祈祷打卡体会 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我都整理到我的公众号里面了 大家有兴趣也是可以去看的 那今天呢,是21天打卡营的第二篇祈祷文的放送 今天分享的呢,是大家也是期待比较久的啊 在我们经过了几天的身体释放以后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慢慢的向各个面向进行祈祷 进行连接,今天所分享的呢 就是去寻找理想伴侣的祈祷文 通过每天去诵读寻找理想伴侣的祈祷文 是能够提高大家的这个爱情能量场 让自己能够更加快速 更加强烈的去感应到你生命中的那个理想伴侣啊 所以不管你是单身还是非单身 都是能够从中获益的 非单身的朋友呢 是可以促进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更加的深厚啊 那没有爱情或者是暂时在受到爱情的苦的小伙伴们呢 通过打卡,寻找伴侣的祈祷文 通过送读也是能够去提高自己的能量 去跟你的理想伴侣去做连接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以一个最好的姿态 去迎接你的理想伴侣 那今天要分享的就是这一篇祈祷文 希望大家能够大声的送读出来啊 要认真的去送读并且去体悟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正能量 去提升自我 那现在就开始跟我一起送读 我和我的伴侣是生命中的兄弟姐妹 我们是从灵性层面的真善美来互相吸引的 我不会轻率地仅仅以外表为第一选择 我们能看到并欣赏彼此内在的光明 纯净 良善 丰富 我们能够在平等的关系中 互相信任 坦诚相待 我们能清楚地沟通和表达 我们不伪装自己来取悦对方 我们理解并接受自己和对方的不完美 我们不会在无谓的琐事上真挚不休 让彼此反复受伤受苦 我可以从我过去受伤的感情事件中 学会爱和宽恕 我完完全全接受自己 我完完全全宽恕 某某某 我完完全全走出感情受创的经验 我感谢他们的陪伴 我感谢他们的陪伴 我祝福他们 我向他们挥手告别 我完完全全放手了 我和我的伴侣能看清爱的真实 和恐惧的虚幻 我们将活出爱的真谛 绝不活在吵吵闹闹的恐惧幻想中 我们将从彼此的关系中 看到自己的问题 并愿意成长 勇于改变 我们将在喜悦和感恩中 学习该学到的功课 我们能尊重彼此的独特性 和自主性 我们能理解并接纳彼此的差异性 我能做真实的自己 我也能表达真实的自己 我将用我的温柔 看到他的温柔 我将用我的光明 看到他的光明 我将用我的真实 看到他的真实 我将在爱与理解中 帮助彼此更自由 更快乐 我经常自我反省 我为我的选择负责 我不把我未完成的梦想 为获得满足的私欲 强加在伴侣的身上 我不要求对方表现完美 当我能够理解 并接纳父母的不完美 同时也能接纳 我自己的不完美 我真正的爱 才会展开 我愿意拥有美好的伴侣关系 我值得拥有美好的伴侣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认清并放下我的恐惧 我用敞开的心 迎接我的理想伴侣 我们可以同甘共苦 我要和他 共享生命的丰富和喜悦 我也愿意陪伴他 一起走过生命的磨练 我愿意和我的伴侣 携手一起创造 共享幸福美好 丰富喜悦的人生 我们能看到彼此内在的神圣美好 我们互相鼓励启发 互相欣赏感激 并能够以对方为荣 我们之间最深的连接 是心灵的感动和神性的连接 我们之间的关系 是和谐美好的神圣关系 现在 我们已经在心灵的层面上 互相沟通 彼此连接了 我祝福我的理想伴侣 学业精进 工作顺利 事业繁荣 平安健康 感谢祖先与爸爸妈妈 带我到这个世界来 感谢上天 为我安排了 最理想合适的姻缘 感谢上天 已经准备好 赐给我一位 最优秀 最了不起的人生伴侣 感谢上天的最好安排 我的理想伴侣 将在最适当的时刻出现 感谢 那这就是今天 寻找理想伴侣的祈祷文 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诵读 并且认真的打卡 也希望你加入到我们的打卡迎来 一起共同进步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点赞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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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